我轉到白板這裡,好 我先跟你們說 潮吹這個字怎麼來? 潮吹這個字一開始 並不等於女性的高潮 潮吹這個字是因為 日本他們拍A片發現女生 在特定情況之下會噴水 那個噴水 那個噴,噴出去 那個噴是像金魚頭上 這樣子噴出去 然後有泉這樣湧出來 那種大量的 他們把它叫做潮吹 因為...好,我寫 我現在寫給你們看 所以我要弄鏡像對不對 啊!我臉又變長了 不管了啦 好 你們看得到嗎? 好,一開始 Squirting R RNG 這個是...看得到嗎? 看得到好 這個是潮吹的意思 那女性高潮呢 叫做 Female Ejaculation 叫做女性高潮 好,要開始上課喔 你們不可以覺得無聊 不可以跑走喔 好 所以一開始 潮吹 是那個金魚 你們叫金魚嗎? 金魚好像長這樣吧 很可愛的...很可愛的金魚 然後頭上不是有個洞嗎? 就是呼吸的洞嘛 那它一上水面會這樣噴噴噴噴 所以這個字就是在講這個現象 那因為這個現象是從日本A片來的 所以就是有這個東西 那後來呢 大家就會有點把潮吹這兩個字 去代表了...好像就代表了女性的高潮 其實一開始不是這樣子的 那那個影片我先講 那個影片我在強調的是 日本女生大量噴水的現象去講的 我的角度切入是這個 並不是在探討女性的高潮 有什麽東西或者是會還是不會 所以我並沒有否認女性高潮會怎麽樣 好,那再來 我就要用解剖圖給你們看了 看清楚哦 那是很神聖的部位 所以請你們不管在交朋友 還是... 你現在還是年輕人還是怎麽樣的時候 請你尊... 我們一定要尊重自己的身體 別人才會尊重你 多認識自己的身體 你才會更了解自己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好 看完了齁 所以潮吹其實一開始 並不等於女生的高潮 好,只是後來潮吹會被大家用來 高...代表女生高 其實不是這樣 好,我把它擦掉 我要畫圖 所以後面進來的朋友 如果你有誤會的地方 拜託麻煩你 就是把... 就是從頭看一下影片 就是從頭看一下影片 不然... 糟糕,我的手機又看到沒電了 哦,什麽一堆問題啊 好 再來 我要講的是 我要畫圖 這個是... 腿 這個 然後這個是女...女生的部位 我不會畫得很精細 但是我會畫重點 然後這個是... 外面...的... 我先畫齁 好 這個是... 大陰唇 知道吧 然後這個是小陰唇 好,那我就不多寫了 那再來呢 我要講的是 這邊 陰地在這邊 嗯?我用這藍色 這是陰地 欸?中文怎麼進去? 陰地 好,再來這邊是尿道 尿道口 然後再來是陰道 然後這邊是... 肛門 這樣這個角度這樣看...看得懂嗎? 可以齁 好 然後 再來哦 重點來了哦 聽清楚,拜託 在尿道旁邊 有兩個... 陷體 紅色看得到嗎? 應該看得到吧 有兩個陷體 這個陷體 這個陷體呢 叫做 Skin's Glam 叫做... 呃...他們翻中文叫做翻成 死基... 死基絲 還死基恩陷體 那這個陷體是在尿道旁邊 這兩個小小的點 這樣 這樣你們看得到嗎? 這樣 你還可以 我拉近一點 好,上課囉 看得到齁 好 好 尿道旁邊有這兩個小小的線體 這叫Skin's Glam 但是它又叫做... 潛艇小線 好 還有兩個 陷道旁邊有兩個小小的線體 在陷道旁邊的 這個叫做... Burcelain Glam 中文叫做... 巴氏線 巴氏線體 反正都線體 線體 都是線體 然後這個叫巴氏線 那這個叫做... C... Skin... CG... N吧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欸...C怎麼寫啊 啊...算了 CGN的線 欸...對不起 沒有轉到 好,這樣可以齁 看得到吧 它叫CGN線體 就是這個 好 我再重講一次 這是女生的部位 是一個非常神聖的地方 這邊呢 是陰地 這個是尿道 這是陰道 那在... 尿道旁邊有兩個小小的線體 叫做... CGN線 陰道旁邊有兩個小小的線體 叫巴氏線 巴氏線 好 我要來講重點了 它們的差別在於 當女生在受到興奮的時候 會分泌一些黏液 那個黏液是用來潤滑陰道 跟那個過程的 是巴氏線在分泌的 然後呢 當女生在高...達到高潮的時候 這個CGN線 它會分泌高潮的液體出來 高潮的液體 那個...我們叫做愛意好了 愛意 這樣 這樣看得到嗎? 好 我們叫做愛意 好 重點來了 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那女生 高潮 為什麼不會噴這麼多水 還是...會...還是不會 其實這個問題到現在 科學都還是一直在討論 有人覺得...有人覺得沒有 甚至有的人 他做的研究是 因為為了要... 為什麼大家會誤會呢? 是因為 這個腺體 這個女生高潮會噴東西的 這個腺體 距離尿道太近了 所以...好,高一點 哎呦 我設備下次會反省 改進 這樣 看得到嗎? 這樣 這樣 好 因為這個女生會... 高潮會噴出液體的這個地方呢 離尿道太近了 那加上我們像我們影片裡面有講的 當女生在高潮的時候 腹膠感神經會興奮 當你興奮的時候 尿道、陰道 會打開 那如果你的膀胱裡面剛好有尿的時候 就會噴出來 好 很多人為了這個問題在研究 就是說 到底女生會不會噴那麼多東西出來 那有的研究甚至 幫女生 在尿道口這邊 插了尿管 因為插尿管的話 那個尿就會流到... 就會流到那個尿袋裡面去嘛 所以有噴的話 那就會是噴出來的東西 對不對 好 那個研究裡面的顯示呢 是女生在高潮的時候 的確會噴液體 可是那個液體的量 斷線了 有斷線嗎 喔喔 糟糕 有斷線嗎 我先 有斷線 有斷...沒有嗎 好 那我繼續囉 這樣 這樣看得到吧 好 好 沒斷 好 那我繼續囉 那有些... 有些人在做... 其實到現在 呃... 說有或沒有的人 都還是在... 呃... 兩派 那有人甚至去做研究 我再重講一次吼 在尿道口這邊 裝尿道管 因為這樣子就完全可以分... 分辨說 這樣就可以分辨說 它是從尿道口出來的液體 還是這兩個女生會噴高潮液的這個 斯基恩線 到這邊你們可以理解嗎 可以吼 好 那這樣在那個... 在那一個研究裡面發現 女生在高潮的時候 是會噴液體的 可是 那個液體的量 不是大量的 大概15到20CC左右 在那個研究裡面是這樣子說 那至於巴氏線呢 巴氏線就是我們女生在興奮的時候 會分泌黏液 就是你們男生在幫女生 如果有做好的前戲的時候 其實會... 其實會摸到一些就是分泌物的東西 就像你們男生在受到那個... 驚嚇 啊,不不 不是驚嚇,對不起 就是男生在受到... 視覺刺激有... 被吸引力吸引的時候 就會有那個... 呃...前面龜頭會分泌一些黏液 是一樣的意思 那女生的這個斯基恩線呢 就那個研究顯示就是說 是會噴的,可是量不多 那... 好,我要轉回來了哦 這個圖可以了吧 如果看重播的人 再這樣看一次 那我要轉回來了哦 吼 好,這樣子我的臉才... 才不會異常 這樣好,轉回來可以吼 所以剛剛講的你們可以理解嗎? 剛剛講的你們可以理解嗎? 這樣 我如果都在這邊的話 我如果都在這邊的話 所以剛剛講的你們可以理解嗎? 可以吼?好 所以我的那個拍的那個短片 裡面是就大量噴水這樣說 量少 量少不太可能到噴射 像A片噴成那個樣子 那也不會這麼大量 所以我的那個片子裡面 是在告訴大家 我隨身都會 都會帶我的畫本 上次畫的在這 所以上次告訴大家的 這個是尿道 這個是陰道 只有膀胱 只有膀胱是可以容納 那大量液體的地方 我一再重複 是大量的液體 然後噴射出來 這樣可以理解嗎? 然後我完全沒有否認 女性高潮這件事情 因為我根本沒有在探討 我那個影片的重點 是在講 日本的影片潮出的形象 那 科學現在都還沒有一個定論 就是兩派的研究 這樣做來做去嘛 那我自己是傾向於相信 女生在高潮的時候 是會噴 但是不是每一個人 而且我影片想要告訴大家的是 噴不代表真的高潮 因為女生的高潮有很多種 我的新書裡面有寫 它不是只有噴 那我要強調的只是 告訴一些男生 說 不要覺得你的女伴沒有噴東西 就代表她沒有高潮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這才是我的目的 我的目的是想要告訴大家 性愛是建立在兩個人 身體跟心靈當下的感受 你噴什麽 你愛喝什麽 我都覺得無所謂 你覺得喝起來 沒有味道 那為什麽你要說沒有味道呢? 因為尿尿 我就講過了嘛 腎臟一直在製造尿液 新鮮的尿裡面有尿素 那個尿素是沒有味道的 那是因為放在膀胱一段時間之後 它變成阿摩尼亞 所以才會尿出來有尿味 所以不管你要喝多大量的 你要把它覺得是愛意也好 真的是尿液也好 隨便你 我覺得重點是兩個人開心就好了 這樣子好嗎? 那其實從以前到現在有很多不同的研究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時候 你們有興趣的話 它從我忘記幾年開始就有類似的研究 那我沒有很細的去看每一篇的研究 那我未來會這樣做 我會想要把它弄清楚 那到時候可以再跟大家好好的 再跟大家好好的分享我的 看的心得這樣 好,我來看你們的留言 好,講完了 這樣有清楚嗎? 所以我是希望你們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我並沒有說喝尿不好 反正它沒有味道嘛 你愛喝 你愛喝怎麼不會管你啦 你要喝水喝尿喝 不要喝鹽酸就好 鹽酸不能喝哦 食道會損傷 可以哦,很清楚了哦 所以 再講一次 我沒有否定女生的高潮會噴東西 只是我強調的是 A片裡面的現象 大量噴液體 像鯨魚那個頭會噴那麼多些東西出來的 只有膀胱裡面會裝這麼多的水 懂了嗎? 好,我不想再講 再講很囉嗦 好,再來 繼續我們今天的直播 我呈現完了 很開心 那你們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量少但有可能呈現噴射狀嗎? 老實說我自己沒有看過 那研究上面說的噴射狀 是 弧度多高 要用科學角度來判別的話 也沒有辦法 我也沒有辦法看到 也沒有血 它上面也沒有血 沒有人去量 那我只能跟你說 那個量是不多的 所以我才說我一直強調是大量 液體 好啦,我都覺得我好囉嗦了 我不講了 好,有沒有問題 謝謝你們 那不,其實不管是尿 還是不是尿 我覺得都好 只要你們兩個開心就好 性愛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開心 如果為了有噴沒噴 導致兩個人之間的磨合的話 這個就已經倒果為因了 那個不是真的心愛的重點 有些人有情感上 他甚至根本不用噴射狀 他跟對方手牽手 互相擁抱 這樣就很滿足了 懂嗎? 兩個人之間不要去 太講究表面呈現的東西 那個真的不是重點 而且女生 女生重視的是被男生愛護 擁抱的感覺 因為你要給女生足夠的親密感 他才有辦法享受在心愛裡面 好 Jack,我是說我剛看完你講 曹春那集現在直播也剛好在 沒有剛好 我就是特別澄清的啊 所以不是剛好 抽絮不算 抽絮其實它是其中一個 那個叫做僵直 高潮其中一個現象 是會呈現肌肉僵直 這沒有錯 然後因為高潮在興奮的時候 就是有些人心跳會比較快啊 然後血壓比較高啊 這樣 嗯... 性加尿失禁就頭痛了 也沒有什麼頭不頭痛的啦 就只是沒有辦法 控制住這叫尿失禁啊 其實尿失禁只是因為 我們對這個名詞很反感 所以很多人不想接受這件事情 所以無所謂 若菜 陳德榮 若菜是誰 所以算是尿失禁而不是高潮 其實不能這樣說 因為我都說了 女生在高潮的時候 腹膠感神經啟動 那尿道跟陰道口會都打開 所以你要說它如果尿噴出來 也是一種高潮的現象 你要這麼說也沒有不對 只是高潮不會噴尿 正常來說是這樣 所以如果那個人 只是比較控制不住 或者是他有尿失禁的情形的話 他在高潮的時候就會噴出來 這樣的邏輯你們可以理解嗎 可以吧